各位朋友們打開你的冰箱 看一下有沒有這一款甘若 如果有的話不要再吃了 為什麼好士多現在又出包了 現在進口的甘若驗出 有一級的致癌物質 這款甘若是好士多 美國進口的叫做 油漬魔佐羅拉甘若產品 那現在這個產品驗出了 有一級致癌物叫做環陽蟻丸 現在來看到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署 現在要求業者回收 最重可以罰新台幣2億元的罰還 那麼高雄市政府的衛生局 也接獲食藥署通知 派人去做機查 經過查好士多 已經下架該產品 並且停止販售 本案業者尚未完成意見陳述 斟酌整體的違規市政後 將會做一個平價的罰還金額 你們要知道這件事情 非常的嚴重 因為吃多對身體不但不好 可能會致命 現在Costco已經立即下架 所有的產品 並且聯繫購買的會員退貨 如果會員有疑慮 可以和客服來做一個聯繫 那對消費者而言 已經有消費者打電話去跟Costco 做一個反應了 他們怎麼回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接到好士多的來電通知 召回產品 那因為被檢驗出了 對臺方對臺方對方而言 僅強調說這個在美國是合法添加的 但卻不正面回應臺灣的規範部分 再看到林口長根臨床讀物中心主任 我們來了解一下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環陽乙環呢 它是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一級致癌物品 歐盟台灣嚴格禁止使用 長期接觸會有血癌 淋巴癌甚至神經病變 所以食藥署呢 是在7月8日公布美士大賣場進口的時候 報官時這一批美國製的油製摩佐羅拉甘若 已經被驗出了有環陽乙丸的成分 那明顯是不符合規定的 所以沒有規矩進口 並且經過了調查發現呢 賣場現在還有另外一批的甘若 因此高雄市衛生局立刻派人前往現場做一個稽查 雖然業者已經主動下架產品了 不過還是會持續的做一個追蹤 那食安法的相關規範也會進行開罰中 衛生局6月27號接受食藥署 通知好士多股便圓公司進口報官 油製摩佐拉甘若產品 經邊境檢出農藥殘留環陽已晚 與規定不符 該批產品未准許進口 但是經查曾輸入同樣產品 在有效期限內還有一批 衛生局當日立即派員至好士多高雄店機查 並且下架停止販售 現場召嚴該批產品 於7月7號晚間檢驗結果出爐 環陽已晚含1.277毫克每公斤 與規定不符 經查該產品輸入總計913.92公斤 目前仍庫存156.4公斤 230核 以立即擇立業者 主動通知消費者 並全面回收下架 將亦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一項 即44條除以新台幣6萬元以上罰款 不合格產品也將末路銷毀 至今業者稍微完成意見陳述 本案將審酌整體違規施政後 給予評價罰款金額 一樣跟吃的有關 大家注意一下 台北市大橋國小學童的營養午餐 被爆一個學年 竟然出現了12次有異物 包含了筆心、鈕扣 出現在小朋友吃的飯盒裡面 讓家長和小朋友嚇壞了 廠商也因此一年 學年被挨罰了將近6萬塊 對此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將要求學校每次發現異物 就要及時處理開罰 遏制類似的狀況發生 小朋友的飯菜往下挖 出現一根鉛筆筆心 菜蟲最角落 綠色蔬菜中間 埋著一顆藍色鈕扣 特別明顯 除此之外 白粉裡有菜蟲 甜糖裡有果蠅 鹹糖裡有螞蟻 台北市大橋國小 學童營養午餐 頻頻出狀況 嚇壞家長 那當然生物性的義務 我們大概大概可以理解菜蟲 但是塑膠類 鈕扣 尼龍繩 這些都是不應該出現在孩子的食物裡 承包的廠商 光是一年就出包十二次 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上學期五次義務事件 北極六點 埃法一萬兩千元 下學期更被寄了二十三點 開罰四萬六千元 我想這些義務的來源 之所以會在孩子的營養午餐裡頭出現 從頭到尾 根本就是洗菜沒有洗乾淨 我們廠商認為說 他們洗菜是有用製造他們的SOP 攤開開罰標準 廠商延遲公餐 餐點裡有菜蟲 即小點零至十點 發霉變質 並媒性異物 甚至食物中毒 即大點十到二十點 每點罰款兩千元 無時消點或二十大點 終止合約 但卻不能遏止廠商出包 工會這邊會請業者這邊 再加強這個人員的一個管理 及整個的一個製程的一個安全 台北市教育局也要求校方 每次發現異物就立刻處理開罰 即使反應廠商要求改善 並從112學年度開始加重懲罰 記者林正堅王一婷 台北報導